如果有夫妻关系里面很容易造成印经微软的情形 我们会先请个案回去观察半年 如果他在这个半年里面这个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那要去寻求专业医疗的处置 那在处置的部分呢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去检验一个叫做男性激素的东西 那第二个呢可以做一下这个阴经血流上的超音波 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呢我们就会朝向比较生理层面的 那生理层面一般我们会去看夫妻关系 如果你在这个感情里面呢有受到一些挫折 或者是生活上有受到一些挫折 那就会影响到这个阴经勃起的状况 尤其是日常生活的这些所所碎色的事情 都会导致这个阴经微软的状况 那生理上的问题最主要是这个阴经充血不足 然后在心理部分呢以焦虑为主 这个焦虑呢就称之为操作焦虑 也称之为表现经焦虑 那越想要表现状况越差 这个是在夫妻关系里面最常见的 我们最近呢也发现一些夫妻关系 有造成阴经微软的情形 那就是因为呢有一次性生活里面有发现 做爱做到一半突然间就不行了 那老婆就很在意说怎么会不行 你明明年轻 那我们会在这个关系里面越去在意说 阴经没有办法勃起 下一次又不行 这个阴影造成越来越多的状况 就会造成这个勃起状况就会越来越差 那我们常常在做爱的时候发生有这样的情形 我们就会去检视我们下一次是不是还有发生 那你越去很有观察性的看自己的阴经 那反而越来越这个每况愈下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 就是以感觉为主去感受对方 跟你之间的那种协调性 这个状况就会改善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如果我们在关系里面越常去焦虑这件事情 我们就越做不好 我觉得而且还有最 그런人才能们 为什么说呢 那我们闻下节目 就是这么说最好的 对方不容易 envoy跟水晶瓶ole 就会去 promet曾经 可以 你们 能不能再带 至许